Hello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會和大家煮一個我個人很喜歡吃的炒飯 就是瑤柱蛋白炒飯 之前去喝茶喝完茶都很喜歡吃這個炒飯 好 首先我們準備一些蔥花 蔥白和青的部分分開 因為我們不同時間放下去 切成花 然後這是瑤柱 瑤柱我浸了兩個小時 那些浸泡瑤柱的水就不要浪費 流回來可以炒菜 那些瑤柱就用手擦成絲 這些是我們本地阿聯酋 有些中國人開的農場種的芥蘭 它比較粗 當然沒有在香港買到芥蘭苗 很多不同品種 但味道都可以的 那我們就用一些糰 那些葉就流回來做其他菜食 那我們就切薄片 接著用鹽水 浸十分鐘 浸就些農藥 然後清洗乾淨 好 接著我們就準備蛋白了 我們用三隻蛋 蛋黃我們隔開之後 最好可以留回來 不要浪費或是開洋 還有甜品或是做其他菜食 都可以的 那今天我們就用到蛋白 接著我們把芥蘭飛水 煮滾水之後 加些鹽和油 接著飛一次兩分鐘 你喜歡吃到多軟 好 接著飛完水之後 就下一些冷水 最好加些冰 可以保持菜的青綠色 接著我們再起鑊 小紅隻鑊 下油 接著炒蛋白 首先等十秒鐘 再油 然後再炒 炒到大約半熟 接著就把鑊離火 炒到八成熟左右 撈出來備用 我們就盡量不要炒到很老 或者全熟 接著再起鑊 下油 先搖住 首先煎到一分鐘左右 然後全部翻面 再煎多一分鐘 接著先開始炒 炒到金黃色 你見到開始是金黃色 有些起泡 就可以撈出來備用 再起鑊 下油 放些蔥白 然後放些隔夜飯 我今天用的糙米 比較健康 炒法和炒白飯一樣 接著再放些芥蘭 瑤柱絲 蛋白 保持中大火 炒香 炒到稍微乾身 粒粒分明 也不能太乾身 就差不多了 有些鑊起 然後放些鹽 糖 胡椒粉 要注意 因為瑤柱是比較鹹的 所以不要放太多 最後放些蔥花 放兩下 這樣就可以上碟了 瑤柱蛋白炒飯 在外面炒頭吃 其實是收得很貴的味道菜 也不知道用什麼瑤柱 在家製作比較健康 又可以控制瑤柱質量 像我一樣 在杜拜工作 根本在外面吃不到這道菜 好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食譜 可以在家裏自己試一下 做一做 很容易的 多謝大家的收看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